女人怎样抓住男人心 这条视频啊 很干货很实用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婚姻过得很平淡 每天都错过了过 那一定花点耐心看完 并且跟着视频的要求做起来 这会让你的婚姻改变很多 首先啊 我先回答一下这个答案 男人心是抓不住的 没有女人能一直抓住男人的心 你要知道男人的心是靠吸引来的 所以如果你想吸引男人 那就得知道男人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心理学家戴维巴斯说过 每一个男人的血液当中都流淌着 对艳遇的渴望 花心可以说是男人的默认设置 花心 男人很花心 但你有没有想过 男人为什么会花心 到底他花的是什么心 你要知道啊 男人花心的本质其实是变化 男人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任何事物 所以戴维说男人花心 并不是他们喜欢艳遇哦 所以记好啊 对于男人来说 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里我要说一个很多女人的误区 很多女人会认为 那我是不是自己变漂亮了 男人就会喜欢我 我就会吸引男人 漂亮是给男人提供新鲜感 没错漂亮当然能抓住男人的心 抓住他的眼球 但你别忘了 漂亮只能抓住一阵子 漂亮是不能长久的吸引男人的 如果漂亮能长久有用 那也不会有那么多明星离婚了 对不对 所以想要长长久久 你就要记住 变化比变美重要多了 变美是给自己看的 但是变化呢 是给自己和男人 也就是给这个关系看的 什么是变化 就是不断的成长 成长能让你的格局更高 眼界更大 这样的你的世界才会更大 这就会让男人觉得 你非常有趣 你非常有魅力 他就会开始不断的琢磨你 不断的想要深入了去了解你